你先去吧 罗总 好老板 什么事 你雇的 还满意吗 满意什么 对外说是助理 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 给你雇的贴身保镖 对外 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 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 二十四小时看着我 你做任何决定之前 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好吗 有人破门而入 有人要打击报复 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 不是我 谁要打击报复 你以为那个人 没去五号码头 这事就算完了吗 要不是他送我这儿拿了钱 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 胡总 胡总 你消息是真灵通啊 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 那就是我的生活 我自己说了算 请你不要插手好吗 我也告诉你 保护你的安全 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 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 十一 带他出去吧 你说吧 你怎么才能走 如果我失职 明晚合约保护好你 被开除 我才会走 那太麻烦了 学长啊 合约给你多少工资 我给你两倍 你赶紧保护别人去 我先好了 是发表我们再检查一下 好 不大人是吧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 好的 好 喂 你好 咖啡谢谢 好的 稍等 您的咖啡 等一会儿 这是什么咖啡啊 好 换一杯手冲咖啡 好的 您的手冲咖啡 等一会儿 你回来 你会不会沉我手冲咖啡啊 你这温度根本不够 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 它本该有的香味 好的 马上帮你换一杯 您的咖啡还满意吗 好 凉了 帮您换杯热的 加热锅吧 什么叫加热锅了 微波炉打的吗 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 你对这杯咖啡 有最起码的尊重吗 我问你 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 不喝了 一天的心情流都整来了 你 是那个 舞蹈弄枪的五十一吗 嗯 你给我笑什么 我只为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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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个行业 还是有 很强的好奇心的 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 就给我做一个 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 我 做了七年保镖了 以前是散打运动员 没了 没有了 糊弄谁呢 详细的自我计算 你这是什么呀 我问你啊 你那回 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 没谁 训练任务 你们训练 跳楼追一个柔柔男子 还揍一张 不用不好意思说 跟我直说没事 男朋友吧 你就说嘛都能理解 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 需要相处对吧 多沟通有助于我们以后 日后好相处 做你男朋友 是不是也是高位职业啊 动不动就动手 动不动就挨揍 什么也不敢说 我还没不敢讲 干什么的 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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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断人了 小车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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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们怎么拍是吧 不好意思给你转了 你们说 怎么拍 这是我拍的 跟我说 两万 给我们两万 我们马上找人 碰瓷是吧 碰瓷的 碰瓷是吧 那你算我算你太幸运了 我就不凭你怎么着 不凭你说谁碰你的 抓我领的是吧 是不是要给我动手 是不是动手 谁不让动手 谁不让动手 好好说 二块钱 三个人说 不凭你 你 行吧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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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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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错啊 你啊 有两个瞎子 厉害 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 对不住 什么哥们 哪几个哥们 刚才拐过来的时候 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 你的资料里显示 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 是吗 我有队友在那边 是吧 没看见他们 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 另外打你那两个人 虎口有懒声勒过的痕迹 你的虎口也有 而且 我能感觉到 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 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不用说了 我就是测试测试你 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 结果还不错 这个功底还可以 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都能帮我摆平啊 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 有你们个人 我的工作是保护你 不是伤害别人 我就问一问 前面那酒店 可别让我停一下 我要上厕所 马上到家了 我要现在上 我躲不住了 帮我停一下 谁会 停一下 来啊 来啦 来啦 去去去去 干吗呀你 小小组 别送我 鞋 鞋 永远不换鞋 真是 阿姨好 我是五十一 我知道 我知道 侯旗她爸 打电话跟我说过了 就叫我张姐就行了 在这边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尽管跟我就行了 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你看 我还专门给你 准备了一双拖鞋 我 我自己戴了一双 还戴了一双 我穿这个 在家里方便 跟脚 不耽误事 家里都不能放松 你的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我带你去看看吧 我能不能先四处检查一下 检查 可以啊 可以啊 随便检查 我一天打扫好几遍呢 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好的 我来 我来 来来来 进茶 去 我来来 打扫好几遍呢 我来给你 打扫好几遍呢 我们打扫好几遍 别动那话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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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你 没完了你啊 你要在工作呢 真是 对不起 这是我的工作流程 这个房间被闯入后 没有做过安全检查 我要检查一下 是否有录音装置 或者摄像头 我用不着 你赶紧我出去 那口看着行 走走走 你干什么呀 张姐 这个房间 那是书房 你干吗呀 你别没完没了 我告诉你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出来 你干什么呢 人家在工作呢 我问你 他 他是不是能保护你 谁知道 假正经 什么假正经啊 我跟你说 他要真能保护你 那就对了 我看看谁敢闯进来 谁要闯进来 他 都都都 揍死他 你看完没有啊 出来 没完没了 谁呀 我叫的人来了 好 什么 什么 你还叫人 你叫什么人啊 你好姐 我们安装监控了 这些工作证 进来吧 好的 不是 装什么监控 谁让你装监控的 是我向侯总建议的 侯总觉得很有必要 我就没必要 不用装了不用装了 走吧走吧 预防万一 万一有不该进来的人 进来了或者说 有些人在不该出去的时间 出去了 你就是不该现在的人 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讨厌 不许说 我觉得应该安 安了 我心里踏实 踏实什么 哪儿在家里装监控的 多别扭啊 世一 你 你这个监控 我安给谁看的 只有我 对呀 不就是一看有什么呀 他现在不是看着你 你怎么不别扭 在监控里面看 你觉得不方便了 那也不行 家里装监控 你有病吧 隐私你 隐私你懂吧 隐私你懂吧 隐私懂不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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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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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隐私呢 你大小拉拉屎的 屁股都是我给你擦的 你有什么隐私啊 这是 放心 不是每个地方都按的 那也不行 不行 不能装 不能装 听懂了吗 不能装 听到没有 今天你们要是装了 我就给拆了 听到了 你拆 你拆 还装吗 当然装 进来吧 好 师姨 你忙 我去厨房收拾收拾啊 在那个角落装一个 覆盖整个客厅 好的 没问题 还有 厨房的那个角落装一个 好的 好的 好 餐厅的这个角落装一个 要看到大门 好 好 还有这边 这个角落 要看到整个走廊 行 谢谢 还有这边 这个角落装一个 覆盖三个门的区域 不是 我不让你装 你听不懂吗 叫我门口来了 不行 懂不懂 好觉 干吗 你给我过来 别在里面抢人家工作 你听没听见 过来 干什么 三 别装 懂吗 别装 二 来了 干吗 干吗呀 干吗呀 干吗 来了 干吗呀 来了 来了 装完以后信号要覆盖到我的手机 还有笔记本在电脑上 我要共享 好的 慢点 好的 开始吧 好 那个姐 你看一下手机 数据已经连到手机上 说好啊 好了 这袜子能套路吗 画面挺清晰的 谢谢 应该的 应该的 来 手放下 手放下 站好 收腹抬头 对 把胸挺起来 站稳了别动 干什么呢你 来 南姐 下班了 你说那手机就安排好了 行 我走了 拜拜 好 拜拜 敢拉黑我 来 来 吃点水管 不客气 张姐 这客厅怎么没放电视 怪了幅画啊 后绝不让放电视 你没看见他 他整天就拿这幅画 到电视看的 谢谢 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幅画 画的是他跟他妈妈 我看资料里说 他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过世了 是 那年呢 他妈妈带他出去办事 开着车 出了意外 把车开到河里去了 他妈妈当时接近全力 把他给拖了起来 可他妈妈 那时候啊 他才五岁 但已经有记忆了 那对他的影响应该挺大的 可不是嘛 我就看他长这么大 他也没从这个事情里头走出来 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大大咧咧的 其实啊 他的心里啊 是有伤痛的 就跟他拖了 那么多说 不能到肌肉里面 非常好 你让我去证明这位女性的这个拖子 好 我的天啊 好 我看你 你找到你呀 你自己找到我 你可以找到你 呀 行吧 那个 我把我爸一起拉进来 一起说 免得我说两遍 好吧 少见啊 脸怎么肿了 你脸才肿了呢 镜头太近了 变形了 你们俩现在都在啊 好 我正式地跟你们说一下 我跟朱大鹏分手了 分手了 为什么 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不是理由 性格不合怎么不能成为理由啊 要真是性格不合 必须分手绝对不能凑合 你们之间有没有第三者 俩人在一起就是搭帮过日子 平平淡淡才是真 我早就说过 你以为我愿意请太阳 我是累的 那你又为失忆做什么了 把他往运动队一扔就不管了 大鹏好歹 还是我领导介绍 你们能听 不是 先听我说行吗 我跟朱大鹏呢 就是普通的分手 没那么复杂 你们也不用多想 我现在有了新的工作 所有的心思呢 都放在工作上 你们不用担心我 好吗 我的事说完了先挂了啊 拜拜 不理想我 我跟朱大利炸 还有不难 你就知道 我跟朱大利炸 以来 有任何东西 我然后抱着 留意 我 自己是 有任何东西 你不认为 你也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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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你干吗 我干吗 我有事 这么晚了你 你下班呢 休息吧 赶紧回去 别盯着我 它不舒服 有事吗 没事吧 你下班了 你现在休息了 懂吗 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可以吗 别动啊 不要动啊 你还知道来呢 快点 快点啊 好 接着 接着 好 我没看我 我没看我 洪文子来了 什么呀 在换妞了 瞎说什么 我先找一司机 司机 怎么还换个女司机啊 女司机怎么了 这是赛事冠军 我就刚退役过来用用 还是个老司机啊 是吗 不是 我那边看上去啊 行行 回头留 好 快点啊 什么情况啊 你什么情况啊 这谁啊 介绍一下 这个 是我家远房的亲戚 叫十一 你要想叫十三也行 十三 你叫她那个大表姐吧 大表姐 大表姐 好 原来是亲戚 我说你们俩怎么长得有点像 什么 我俩长得像 你是说五官都长齐了这一点吗 大表姐 还记得我吗 上次真得谢谢你 多亏有你在啊 我们家这臭孩子才被被人揍死 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叫海星 星辰大海的海 星辰大海的星 哥 大家好 我叫小黛 你好 这很跌宕啊 这下车的快 艾米呢 那个刚入手于M5 刚才抽豆子半天 他吸烟他什么 气焰嚣张得很 这台是摊啊 看看这 这摊点肉啊 这 嘿 兄弟 嘿 怎么样 姐们 我们来的这辆车不错吧 不错不错 我必须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辆车了 四点四T V8发动机 六百匹马力 最快的 赛可达七百五十六 百公里加速 只剩三点四秒 汤哥准备挑战了 这干嘛呀 就是 汤哥挑战S级搬套 能行吗 汤哥准备挑战S级搬套 这辆车 犯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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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啊 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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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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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算了吧 我不管 不行了 冠军姐姐 你来给我们打个样吧 对 对 走一个 我们是左舵车冠冠冠冠 但是右舵 不适应开坏了 吹牛的吧 我看你们吹什么牛 不信我开给你们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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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右舵车我也没怎么开过 一会儿小吹牛 一上来做这个玩意儿 起步油门到底 松手杀 车出面之后 第一个把他打进回馈 能不能过去 直接一脚踩住链河 打个方向 继好安全带 先来个 能行吗你 先来个原地掉头 震震他们 最基础的 这是我准口述出来 给你的技术了 踩离合 拉手杀 打方向 一起啊 继好安全带 我是得继好 这不继好太危险了 命要紧 十一我跟你说 你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 我在这儿打了 什么都不用怕 我们不能dah 没什么 Tim hoch ей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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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农场宿舍楼倒塌 被困人数不详 速来救援 速来救援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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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队长 请把定位发到我手机上 收到 准备乘三 请 二 地位开啊 别快要好 注意安全 救援队所有成员请注意 接指挥部通知 救援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为防止二次坍塌 请所有人员撤离现场 所有人员撤离现场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怎么才来 你怎么才来 现在要二次坦塌多一些 那里边怎么办 等会儿 黄队长 麻烦您再跟指挥部确认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离了 好的 指挥部 指挥部 请确认一下是否所有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 先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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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嗯 你扑我干什么 虎爵 这女女朋友 上次出手 打得我们可是挺狠啊 对 对 挺厉害啊 我救援的事不要让张姐知道 我不想要担心 我禁决的那天我就宣过事 在危机面前我竭尽所能去挽救他人生命 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干扰我救援 懂吗 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理念 保护他人是我的工作 而你只是志愿者 救援的时候 你是不是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全呢 那你就别想了 你作为保镖 你要跟我统一理念 我之前要开除你那是因为我爸 我不喜欢他强制地干扰我的生活 跟你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再来干扰我救援 那就是咱俩的事了 我去救援我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 我分文不取 你做保镖 谁付钱保护谁 不给钱的 不让人家死活 咱俩高下了一分 你做志愿者是偶尔未知 而我是职业行为 分分钟钟都在工作 不拿钱我怎么活 你这样比较不合适 你接着说 好 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下 既然你做救援 你应该很清楚 做救援安全是第一位的 如果一定要排序的话 自己的安全第一 队友的安全第二 第三是被救者的安全 只有这样 你才有机会救出更多的人 你把我们 你把我们救援员则背得挺熟啊 职责所在 对于你 我做了足够详细的功课 我告诉你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非常对 但是我不听 今天你是没耽误我什么事 我不跟你计较 下次如果你再来影响我救援 我不会原谅你的 这黄月的结婚情节 我可好不容易搞到的 你要是憋着什么坏事 可千万带着我玩 我可以想过 我给你带我 这个好 最后 我可以带我 我给你带我 我让你带我 你不想过 你可 有请美丽的新娘 幸福入场 我调查过了 黄岳的老公叫白泉 比黄岳小两岁 本地人 身高 体重 不强 父母都是三甲医院的 主治医师 这小子 之前在国外学的 口腔专业 去年回国 没进大医院 而是自己开了一家 口腔护理整形医院 还挺火的 据黄岳身边朋友说 黄岳和白泉 是在网上认识的 认识不到三个月 就领了证 和感触 也正是因为 这点点滴滴 汇聚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 可以脱货 无力的 多多 十年一年 他们也将在 各国的亲摸豪狠 见证下许下 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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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是深刻的意见 和信念 正是彼此的托付 我们的冲击 此时此刻 新郎白泉先生 你是否愿意 与眼前这位聪明漂亮 美丽大方的黄岳女士 结为夫妻 在今后的日子里 无论贫穷富有 快乐忧愁 健康疾病 你都会永远地 陪伴在他身边 去爱他 关心他 照顾他 并且用你所有的爱 给他一生的幸福 直至永远 坚定地告诉他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这男的长得一表云渣 俩人真般配啊 个儿倒挺个儿 气质差 楚人跟店家干的似的 跟你没法比 还不如我呢 你说吧 怎么搞 你洞他哪儿了 废话 你准备好没有 几个选项啊 要不在他交杯酒里下点药 要不然给他协理按照图经 再不然啊 就在那大屏幕上 给他换点刺激他 或者都来位都行 你怎么那么坏啊 下流 新郎 第一次与丈夫 我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吗 是 坏事你都明着干 先进他们以后的生活 也会像这个稳一样 思义稳定 稳稳定 稳定稳定 今天咱们送你 你有病啊 这多少钱 买你好几个饭店吧 你这这这这这 这这炸女都跟人结婚了 算了 你这水粥包砸狗 一句无回 我们帮我这打一打 那么接下来呢 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 送祝福的时间了 我来打口吧 你要干什么 别乱聊 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友团的 一位神秘嘉宾 侯爵先生隆重 登场 看着啊 深感啊 她来干什么 她是谁啊 她总联系了 她总联系了 恭喜啊 来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岳的好朋友 我叫侯爵 今天呢 我是代表黄岳的五十多个前男友 我们的前男友团 来给黄岳送上新婚祝福 这是谁啊 不知道呀 不可以 不是 我 你 我